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人事与政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王沪宁 呼吁加强国内市场的内循环 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这一呼吁正值经济活动疲软 和私营部门收入低迷之际 接下来 我们关注中国面临的气候危机 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 洪水和台风变得更加频繁 中国政府已经将应对这些气候变化 作为更高的政策优先事项 并强调改进早期预警系统和部门间协调 然而 地区间的财富和地理差异 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更加复杂 最后 我们来看看中美青年交流活动的最新情况 中国最近举办了一周的交流活动 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然而 许多美国参与者批评这次活动过于剧本化 缺乏开放的对话 并且未能触及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 中国的首席理论家在中共三中全会前 呼吁巩固领导层的双循环经济战略 强调国内需求优先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CPPCC主席汪洋 在周一的政治咨询会议上指出 国内市场是新增长结构的核心 需要更加顺畅的运作 以应对全球不确定性 自四年前地缘政治对抗加剧以来 这一战略旨在寻求更大的自给自足 同时保持对外开放 汪洋重申了这一政策 强调经济活动依然疲软 收入和利润低迷给领导层5%的经济增长目标带来压力 他指出 国内循环的畅通是促进经济增长 和创造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会议上 来自各小党派的领导人 提出了包括更高效的物流系统 统一的全国市场 创新的更大作用 以及更好协调的区域发展等问题 CPPCC经济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尹燕林 在清华大学论坛上警告称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面临流通中的阻塞和缺乏活力的问题 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和不确定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尚未根本改变 华盛顿邮报 三年前 郑州遭遇中国数十年来最致命的爆红后 这座中部城市再次被淹 周一下午 13小时内降下了9.21英寸的雨 迫使当地当局采取紧急措施 防止2021年那场洪水重演 当年 300人因突然的洪水死亡 地铁被淹 车辆被困 这次 地方当局不敢冒险 取消了公交车 关闭了旅游景点 并警告居民待在家里 水泵被部署 以防止地下通道被淹 地铁入口被沙带和金属板封堵 中国夏季 开始在多个省份进行大规模应急响应 以防止极端天气 演变成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 去年创纪录的热浪后 6月带来了干旱 洪水和台风 有时接踵而至 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气候活动家们的呼吁 终于引起了北京的重视 气候变化适应成为更高的政策优先事项 上个月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首份 气候变化威胁适应进展报告 强调需要更好的预警系统和部门间的协调 中国气候局副局长袁家双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 未来30年内 中国的热浪将增加15天 气温将升高3到5华氏度 日本时报 8个月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将吸引5万名美国学生来华 以稳定双边关系 上个月 北京在东南部的福建省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周的青年节活动 迎来了220名年轻的美国人 然而 虽然许多美国参会者表示 感谢能访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也有一些人批评 这次活动过于城市化 缺乏开放对话 在中美关系 因北京对俄罗斯战争的支持 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关税增加而紧张的背景下 植树和木偶表演等活动 未能触及最重要的问题 许多美国参会者 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 讨论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 而不仅仅是 参与一些表面上的文化交流活动 未报 在这个关键的年份 欧洲的局势显得尤为重要 英国的政治局面突然变得稳定 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左翼政府 致力于重建与欧盟的关系 而法国则陷入了动荡 选民虽然成功阻止了极右翼国民阵线RN上台 但即将面临一个弱势 不稳定且分裂的政府 这将拖累整个欧盟 英国新任外长戴维 拉米在上任的几天内就访问了德国 波兰和瑞典 呼吁与欧盟及各个欧洲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然而 英国在脱欧后成为了欧盟的第三国 这使得重新建立紧密关系的过程复杂且充满阻碍 此外 英国工党为了赢回支持脱欧的选民 明确表示不会重返欧盟的关税同盟 单一市场或人员自由流动 这在经济方面限制了可行的合作 然而 尽管英国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 但法国的局势却不容乐观 法国议会被三个主要集团分裂 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政府 马克龙的权威大大削弱 而国民阵线在反对派中的影响力 可能进一步增加 准备在2027年总统选举中再次挑战 华盛顿邮报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在莫斯科受到普京的热烈欢迎 显示出印度依然保持着与俄罗斯的深厚关系 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拉拢莫迪 但印度仍视俄罗斯为重要的武器 能源和航天技术来源 自2021年以来 印度对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购买量 几乎增加了20倍 这大大支持了普京的战争努力 莫迪在莫斯科受到舞蹈团和挥舞印度 与俄罗斯国企的欢迎者的热烈接待 并与普京在他的住所进行了会面 莫迪表示 访问朋友的家是一种荣誉 而普京则称赞莫迪的连任 是其多年来努力工作的结果 此次访问显示出 印度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 依然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 尽管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但近年来 两国在能源和防务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 印度对俄罗斯原油的进口 从2021年的25亿美元 增加到2023年的465亿美元 尽管美国官员公开和私下敦促 印度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 但俄罗斯国有武器制造巨头 罗斯特克宣布 将在印度生产穿甲坦克弹药 以供应印度军队 对于普京来说 莫迪的访问进一步展示了 他在乌克兰战争中并未完全被孤立 南华早报 中国央行近期采取措施 通过隔夜政策工具来抑制政府债券的上涨 但分析师认为 这些措施对长期影响有限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 PBOC最新的措施 推高了10年期和30年期 中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 仍持悲观态度 央行将根据市场情况 进行临时回购和逆回购操作 以保持银行系统流动性充裕 并提高市场操作效率 尽管这些措施 可能在短期内抑制收益率的波动 但分析师认为 其长期效果有限 市场参与者和分析师建议 尽管央行显然意图引导利率 并管理市场流动性 但近期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可能有限 高盛表示 在国内需求疲软 消费者和商业情绪低迷 以及通胀不存在的情况下 央行认为 长期债券收益率应该更高 这令人困惑 政策制定者通过提高长期利率 可能会适得其反 收紧金融条件 伤害经济增长 并进一步损害信心 本周 数十位世界领导人 齐聚炎热潮湿的华盛顿 参加一场重要的北约峰会 这次峰会 标志着北约成立75周年 北约秘书长颜斯 斯托尔滕贝格 在周日晚上 与一小群记者交谈时提到 这是他作为联盟领导人的 最后一次峰会 荷兰总理马克 吕特将于10月接任 此次峰会的议程包括 建立一个新的乌克兰指挥部 该指挥部将由一位三星上将领导 拥有约700名人员 并将接管早期由美国主导的防御联络小组 尽管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 在联盟内推动基辅正式加入北约 但美国和德国早期否决了这些计划 相反 北约预计将推出一套新的桥梁计划 旨在通过双边和北约中心协议为乌克兰铺平加入北约的道路 峰会还将关注美国总统拜登的表现 特别是在他最近与特朗普的辩论失利后 许多民主党人对他的连任能力表示担忧 此外 北约还将讨论中国问题 尽管乌克兰议题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加拿大将迎来第一位女性军事首长珍妮·卡里尼安 而荷兰的戴维范威尔已成为司法和安全部长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 迈克尔表示乌克兰需要战场胜利 以维持美国公众对其事业的支持 Telegraph 周一 当导弹袭击基辅的Omedic儿童医院时 奥莱纳·马加列夫斯卡扑倒在他的儿子安德烈身上 试图保护他 安德烈因神经系统疾病而残疾 当时在医院的五楼重症监护室恢复手术 由于医疗需要 医院工作人员无法将他撤离到避难所 只能将其转移到一个有坚固墙壁的餐厅 俄罗斯的KH-101高超音速导弹击穿了建筑物的屋顶 造成一人死亡 30人受伤 医院是乌克兰最大的儿童医院 每年治疗超过2万名儿童和青少年 导弹袭击后 救援人员紧急疏散最病重的患者 儿童们被迫坐在人行道上挂着输液管 袭击发生时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讨论可能的和平协议 安德烈在废墟中等待了5小时 才被安全撤离到另一家医院 医院的走廊因爆裂的管道而被水淹没 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火箭燃料 医院的设备也严重受损 恢复工作将耗资巨大 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宣布 袭击造成2人死亡 16人受伤 其中包括7名儿童 乌克兰卫生部宣布 德国将从周三开始接收一些儿童进行治疗 周二被宣布为首都的哀悼日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下期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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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